拿拿拿来到卖场 琳琅满目商品应有尽有 家中缺什么这里都能买到 但台中一名流行富人 居然把卖场当作自己家 东西狂拿却不想付钱 红色篮子装满满 富人东挑西挑什么都拿 但到结账柜台时 却只剩下200元的蔬果 警方货报到场逮人 把富人背包摊开一看 不得了毛巾 上衣 长裤 绿水袋 应有尽有 十几样东西价值将近2400 富人却只想付十分之一 会不会太夸张 那个流行富人是说 他尚未结账 但是我们了解原因之后 他是说他要贴补家用 那个一时贪恋 然后忘记结账 富人以为神不知归不觉 被逮还想狡辩 没想到监视器全都入 打开背包一看 人赃俱祸 富人为了节俭家庭开支 节省却用错了方式 翻让自己背了一条罪名 借曾伟祥谢友云台中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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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